神州名声满木营,闻事古迹任远行 大家好,我是任远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南昌市的新建区 在这个山上有一座野墓 墓主人是乐安昭定王朱电磊 也就是宁县王朱全的孙子 这座墓呢,是他与妻子宋市的合葬墓 但是非常的难找 外边的人一般找不到 那么这一期我们就去一探究竟 这个乐安王墓在导航上面是有显示的 但是因为周边植被太过茂密 我找了大约一个小时也没有找到 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下雨了 所以跑去村口大哥家的雨棚避雨 没想到雨下了将近一小时才停 七点与大哥相谈甚欢 于是他说我带你去 接下来给大家放出寻找古墓的完整视频 这东西搁走很快的 这要慢点 好的 搁得很痛的 我记得我当天那天来的时候 我靠,这上全是吧 这一点就好了 好的 慢点 没问题 好了 现在好多株啊 这个植物叫什么名啊 就是很快的这个 呃 我也不知道别人怎么讲 我只会用我们放眼睛 放眼睛 嗯 是砸一下很疼 很痛的 所以要慢一点 哦 这个地方要自己来找 找不到啊 太难了 从对 就从刚才你说的那地儿 真不知道往哪走了 砸好太多了 然后视野又不好 哦 这就是游客打开的啊 这肯定是游客打开的啊 这肯定是游客打开的啊 这里能开的都会关的 这肯定是被你又来了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朱泉木与乐安王墓 这里 乐安王墓 乐安王墓 哎呀太棒了 这地儿可是真不好找 这里写着啊 红治元年1488年 因病就去世了 享年62岁 就葬在这里了 有夫人十 生八子 这里写着啊 该墓1987年2月被盗 后来经过强救性发掘 墓里出土了非常多的东西 你去看一看 哎呀 这底下是积水了吧 嗯 没有 下面是泥巴 泥巴 哦 这个 跟泥巴上了 还有一点问题 你就不好走了 我等一下可以洗脚 哦 对啊 泥巴是吧 哦 这么凉快 这个 因为积水和淤泥 这位大哥说 你别下来了 你的鞋子不行 我帮你拍一下 其实和大哥并没有太多交集 但是他的热心 让我这个外地人特别感动 通过视频 我们可以看出来 属于典型的明代郡王的二世玄公 一个前世一个后世 砖是拱旋结构 中间有关床 根据大哥说 稻洞就打在了后世的正中间 但是顶子没有塌陷 只留下一个一人能通过的稻洞 他说目前爬到墓顶的风土上 还可以看到回田稻洞下沉 但是因为植被太茂密 现在有可能上不去 其实这位大哥把我带到这里 让我有幸目睹古墓的地宫 我已经很幸运了 根据网传 盗墓贼是因为一张擦屁股纸被找到的 具体真假 我也不太好定论 我其实是有点怕的 我怕他咬人 哈哈 okok 应该差不多了 谢谢 走 咱出去搓个电 这太拿啥了 哎呦 这没那么大问题 对 而且你这种没有目的 你地下卫生水进来的下雨 这是起雾了 是吧 就因为下边太冷了 然后上边太热了 油温擦了 对上边太热了 对油温擦了就会起雾 哎呦 我这眼镜都起雾了 哈哈 说明里面好冰 我跟你讲 他那个水 好冰 以前我每次生命结果都能看到那个东西 好深 后来就回田了 就回田了一半嘛 但是能看得到 哦 还是很冷 还是很冷 还是人不好抵 是不是很冷 他那个扣的那个坏掉了 我有个问题 你最起码你挖 你没有东西 但是你那个遗址还在 对对对 你最起码有个墓葬形式 可以让这种 但是他这些遗址都被掩埋了 但是掩埋的话还是能挖人出来的 对 这个山 看来这里风吹好啊 他这个整个墓 在旁边那些枚子的什么墓啊 嗯 很大的 应该就占 占山了 对不对 对对对 这旁边很大的 占山为王 你小心一点慢点 好的没问题 对我刚才的时候好像是就走到这个地方 我一看没路了 我说上哪走啊 他之前我一直来到这里根本就没有路 哦 现在是让人踩出来了是吧 就让我给踩出来 你知道吧 就我当时来的时候就 我当时我都不想走 你知道吧 他那个真的我一生全是那个 全是疤 全是疤 除了除了 除了蜘蛛网就是疤 对没办法 在我们返程的路上 大哥很多暖心的动作 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其实在江西待了大约十天 这边的民风非常淳朴 很多不好找的地方 都有当地人热心向导 在返回到大哥家时 又给我倒水闲聊 我说送他几盒山东烟 大哥说我的白浆劲儿太大 抽不习惯也就没有收 千言万语 尽在不言中 那就我干了 你随意 太难找了 要不是刚才那位大哥真的找不到 那么这个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了 有喜欢远视频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